理解的 因為過去十年都沒有加價 而上次加價都是2008年 其實過去十年我們港島區的交通 都有很大的轉變 包括我們有兩條鐵路的開通之後 其實對於港島的巴士 乘客率是有所影響的 但同時間我們都要求兩位巴士公司 雖然他們今次申請加價是批准了 但其實作為巴士公司的營運 他們是有責任去控制好他們的開支 以及節省他們已經有一些無謂的支出 另外其實他們也要去開拓更多的客員 所以我們都希望兩位巴士公司 在巴士路線和巴士發展上 他們是要作出適當的調配 否則每次都是依賴加價 其實是並不理想的 當然他今次提出加價 而宣布加價 亦都是政府實施交通津貼的同時 去提出 亦都會有一種觀感上面 令市民覺得 好像在蠶食政府的津貼 所以在觀感上 我們覺得都不是太好 但對於兩間巴士公司 十年沒有加價 我們是對於他今次的申請加價 我們是可以理解的 對於這個加幅是幾個巴仙 雖然他申請要超過十個巴仙 而政府也將他略為降低 這個我們都覺得暫時可以看到 可以接受 但我們都見到 其實近這幾個月 我們都見到外圍的經濟環境 和我們香港的經濟 和前幾年相比 都是大不如前的 市民 未來相信交通費的壓力 亦都會佔他們開支的一個比較大的部份 我們所以希望政府 在未來就住這間價格 應該是繼續去把關 同時間就住交通的寶座 是可以降低門檻 以及提升資助額的 好 謝謝